為麻醉針灌上瓦斯塞進麻醉槍裡 預先演練在交流道下橋墩展開追捕沸沸的任務 洞保處人員配備齊全 工具箱裡備滿麻醉藥劑 除了傳統吹劍還有幫普世麻醉槍方便操作 控制射擊力道避免傷害到動物 為了逮住逃亡沸沸圍捕小隊四處奔波 現在我們的人員大概都是在附近執行一些公務 那接獲到這樣的一個訊息之後 那我們就會趕快集野到這個區域來 圍捕隊伍分組配置也曝光 負責麻醉工作的得有兩人才能隨時補針 藥劑配置一定得由獸醫進行或是陪同 而另外的機動人力則是會拿著補圈網 擋在動物可能逃脫的路線 至少要有三到四人一起圍捕 爬上邊坡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地毯式搜索靠著民眾通報掌握沸沸行蹤 無人機升空趁著白天把廣大田間小路一覽無遺 不單靠人力搜索科技支援更省力 但這隻沸沸身形巨大矯尖又機靈 一旦被發現就立刻逃窜 農業局家派人力輪替微捕 並找專家研擬策略 希望能在較矮的樹上 將他團團包圍順利麻醉逮起來 但抓捕作業瞬息萬變 團隊只能維持警戒隨時應變 華視新聞無權擁皇瑞麟沈麗蓉桃園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